学生穿着毕业服装互相拥抱 相处三年的时间终于要毕业了 毕业生为了要纪念三年的回忆 不断拍照留念 更有学生舍不得彼此的友情双双掉泪 台东专科校长在典礼当中对毕业生给予勉励 各位同学在学期间能够重视技术专业 能有关怀以及敬业乐情 这三种素养的训练 相信同学们在这期间也都能够顺利完成 所以今天能够毕业了 幸福秘书周梁珍也到场祝福毕业生 社会上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我想尊重礼貌 是各位除了社会所必须要学习 所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祝福你们 弄成乱业 毕业季节的到来 让毕业生感受到浓浓的舍不得 同时也要站稳脚步 继续往下一个里程碑迈进 动态新闻温格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 耶 黄毕业 哈哈哈